有点青涩,有点羞涩的大男孩,可是前段时间他参加的综艺节目让我们再次认识他,比如,一,附黑小白兔,在近日播出的某综艺中,王俊凯专注于游戏的同时,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,时不时顶着一张纯洁无害的脸片人,比如,和董子健联手骗傻黑田王大陆, 后来偷王大陆箱子,还被说是坏小孩,第一次get王俊凯的另一面,这跟他以往唱跳剧家,学生会副主席,学霸的形象出入很大,被网友戏称为,副黑兔子王俊凯,更是有粉丝调侃,刚犯上他时,我以为他是一个有礼貌的暖男,后来,我以为他是狂霸裤旋转的实力派偶像, 最后,我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 看到网上针对这事也有批评他的声音,作为路人的小编觉得,其实综艺就是要这么玩的,隔壁家张运兴,不是也从小绵羊变成老绵羊了吗? 2. 暖心,善良 傅黑只显示出了他的古灵精怪,除此之外,很多细节都能看出来王俊凯的暖心,担心董子剑跑步会累,想着要和他替换,在哥哥门下河捕捞的时候,把岸上的食物亲自喂给他们,觉察到张艺山在河里捞鱼时的感情变化,过去问候,看到张艺山捕鱼最辛苦, 分钱的时候就偷偷给艺山哥多分了一些,分享给张艺山染布信息,特地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,助力他找到第一块染布,确实值得点赞。 3. 有梗 遇到推不动的面粉,小凯很搞笑的说,我能怎么办,我也很绝望啊。 4. 碎碎念的说要去拯救世界,一本正经说,你要为世界的安全考虑一下。 王大陆,王俊凯,王炸组合,不仅在这个综艺里相爱相杀,之前两人在私下也有互动,王俊凯送了王大陆一个孩子,让他饿了吃,王炸组合太可爱了。 4. 机智,耿直,嘴甜,腹黑,暖心各种风格随意切换,确实